再來關心臺中市北區 淨化北路跟大德街口 再做行人庇護島工程 不過十一月的第一週 就發生兩起車輛 撞庇護島的交通意外 民眾就質疑 這個庇護島的設計有問題 臺中市府表示 完工前會加強警示 銀色休旅車準備左轉 但剛起步就直接撞上行人庇護島 還好沒有人受傷 這個地點在臺中市北區 淨化北路與大德街口 目前正在進行庇護島工程 但是一月第一週 就已經發生兩件 有紀錄的插撞庇護島車禍 附近居民認為設計可能有問題 警方表示 該入口的庇護島工程 並未完工 黑黃鑲纖的警示線 還沒有畫上 行穿線和車道標線 也都還沒有重繪 再加上駕駛疏乎 所以才會不小心撞上庇護島 回到事故現場 庇護島兩側都有明顯的差撞痕跡 上面的遵行方向標誌還被整個撞歪 台中市府表示 完工前將會加強警示與宣導 避免意外再發生 將要再加強警示標誌的辨識度與宣導 不過市府也強調 庇護島工程都依照相關規範審查通過才設置 下週就會開始進行行穿線 車道線等後續工程的施工繪製 在完工前民眾要多注意 記者邱思培 王龍濤 台中報導 申請 申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